这节视频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Touch1手持式喷码机 它的各部分构造 详细一点 那这是我们的主机 这是我们的主机 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还是参照着我们的快速操作手册 这里面应该说也比较详细了 那我在通过语言的方式 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主界面 操作显示屏在这 主界面操作显示屏 那么下面是手柄 手柄电池在里面 这是打印开关 我们按一下 继续打一下 这是打印开关 在后面我们有三个接头 看一下啊 这个是给机器充电的 这个是USB接口 主要是用来传输信息和导图片用的 这个是232窗口 用来接收数据和光电的一些接口 这里呢是装墨盒的卡夹 卡槽 这里是装墨盒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演示的 这个是轴边码器 我们也俗称同步器 这个是滚轮 这个小轮子叫塔轮 塔轮 前面这个是出墨的口 等一下墨盒装好之后 喷头从这里出来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如何插拔墨盒 插拔墨盒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断电关机的状态下 我们把现在电源关掉 开机 开机界面的话 大概15秒钟左右 进入主界面 大概15秒钟之后 进入主界面 现在正在启动中 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墨盒 拿出我们的墨盒 墨盒 这是加密芯片 我们把墨盒卡夹取出 墨盒卡夹取出 关机 插上 插上之后 插上 这个先放进去了 插上 45秒钟 插入 往前推一点 拨上卡夹 喷头在这个平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装好了 启动 没有装好 没有装好 现在它显示的是 没有检测的墨盒 会有重复的声音 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拨上 开机 现在就好了 开机 滴 一声响 表示墨盒已经装好 这是我们拆装墨盒 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机器的主界面 机器的主界面 一定也在关机状态下 插把墨盒 拨上 开机 我们的机器呢 给大家配了有一支触控笔 但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客户 还是使用这个鼠标来操作这种触摸屏会比较合适一点 首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章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显示屏 一些它的位置 这里是智能喷码系统 信息名 信息名1 它表示的就这个它的名字 这里有时间 电量显示 电量显示我们是以10为单位往下递减 也就是10% 20% 30% 40% 50% 60% 一直到100% 每下降一格 是下降10% 新的机器的话 新的机器 在机器满电的状态下 连续使用的话 应该在6到8个小时吧 根据温度和客户的使用习惯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值 当然如果说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 电池的衰减 可能客户就要去充电了 当电池电量低于30%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显示红色 表示电量已经不足了 然后下面就是属于主界面的菜单 我们的文本输入 时间输入 技术输入 图案 条码 都是通过这些按键栏 这里有一个设置 关于机器的参数的主要的设置 比方说同步之宽啊 岩石啊 包括机器系统的设置 都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下一章节做主要的介绍 这里我们先一笔代表 平保 一键平保 平保 启动 删除 删除 这个删除不是删除文件名 是删除 比方说这一条内容 我们编辑了好几段 删除其中的一段 一个字段 这里是新建 信息的调用 信息的调用 删除或者导入 这个导入指的是 当插入U盘之后 从U盘里面导入文件名 不是导入图案 导入图案的话是通过这个 另存和保存 我们这个机器呢 采用的是Windows CE的系统 所以在有些菜单上面 有些用户应该感觉到比较熟悉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Windows XP 或者Windows Vista的系统 像比较类似 但是呢 它因为是针对于 小的移动型设备的 嵌入着开发的系统 所以在有些菜单 那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在 这里有个总产量 表示的是 当机器没打一张 它有个技术把它记下来 机器一共从买到多少 使用了多少 比方说10万10万多少张 这里呢 类似于我们车子的里程表 那么下一章节 我们给客户介绍一下 机器的主要如何编辑 和使用时的一些注意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